大家都知道TVB現在起用很多外援拍電視劇集 由於很多演員被黃維基叫走了 其實他未叫完 現在繼續都是刮割一大班演員過檔 其中最慘的就是甘草演員那堆 好像有諾詠坤、陳曼娜和石修等等 都已經答應過檔黃維基 數來數去TVB好像差不多沒有所有甘草演員 如果真的想開戲的話真的有點頭痛 除了他們之外 很多主角只要他跟TVB沒有合約的話 黃維基都一樣有興趣 其中一個就是鄧穗文 談了很久之後 黃維基終於感動到文女過檔幫他拍電視劇集 究竟用什麼條件呢 一起娛樂試試 謝謝 黃維基的電視台將會在今年的9月啟播 所以今年要開始拍電視劇集 每年將會製作10至15套的電視劇集 所以他真的需要大量的幕前演員 之前那一陣子已經掛了很多人過去了 例如大家在動土儀式的時候 會見到張可怡、林文龍和廖碧儀等等 其實黃維基繼續都挖過很多甘草演員 最新的就有樂應坤、陳曼娜和石修 都打算過檔黃維基 看來TVB真的少了很多很多人 之前都說了 由於他要拍10至15套的電視劇集 所以這個主角方面 即一戰的演員他需要很多 雖然他現在就已經有張可怡、林文龍、黃若驊等等 但其實都不夠用 因為要拍這麼多電視劇集 所以他繼續都是向TVB沒有合約的藝人去掛角 在動土儀式當日 大家都會以張可怡做一姐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是收緊黃維基12萬一集拍電視劇集 非常之高價錢 原來黃維基除了接觸過張可怡之外 亦都接觸過蛇絲萬的經理人公司 蛇絲萬的經理人公司 亦都願意借出蛇絲萬幫黃維基拍電視劇集 就是13萬一集 大家都會覺得蛇絲萬的價格比張可怡更高 原來到最後黃維基看中的鄧瑞文 他用誠意去感動他 當然是金錢上有關係 原來他出價15萬一集請鄧瑞文去拍 鄧瑞文現在在TVB拍的金錢玉 也是收3萬一集 即是出5倍的價錢 希望文維可以幫他拍電視劇集 其實黃先生這次非常之有誠意 親自跟文維去談 雖然現在文維在幫TVB拍劇集 但是他都說他拍完之後 10月就可以幫黃維基開劇 開價15萬一集 終於成為了黃維基電視台的一姐 鄧瑞文方面在這件事不方便透露這麼多 因為他的經理人說 由於他正在幫TVB拍劇 不是很方便說其他電視台的事情 所以他說暫時都不說 至於黃維基方面的發言人說 的確黃先生有親自接見過鄧瑞文 他說希望有好消息 現在人家在幫TVB拍劇 不方便說太多 只要有好消息可以說的話 會立即跟記者說 記者應該都感覺到 鄧瑞文應該都落實 幫黃維基拍電視劇集 其實有沒有簽死約 只是拍一套電視劇集 每集有15萬這麼多 有什麼所謂呢? 他最多拍完這個 下年有好劇本 又可以回TVB拍 現在香港的藝人 的確比以前好很多 起碼自由度多了很多 說這麼久 是時候白晉公投 今天白晉公投的題目想問一下你 如果你是黃維基的話 你又想找什麼藝人幫你拍劇呢? 你會把你的意見去到白晉娛樂的網站 跟Kickup聯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夠 因為節目時間差不多 聽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